嗨 大家好 我是Devue 姊廷瑞 那今天呢 我現在在收拾行李 想說平常沒有跟大家分享過收拾行李的樣子 那今天就要讓大家來看看 我要出國的時候會怎麼打包還有攜帶什麼東西 那我出國呢 我都會盡量把行李箱就是裝一半滿就好了 因為這樣我才可以留多一點的空間裝買回來的東西 然後尖半卷的折衣服方法 就是把衣服折成像這樣子 然後小小的 如果出國啊 你這樣打開行李箱你就一目了然 就是我覺得很方便又節省空間 那鞋子呢 我就會拿浴帽 然後把鞋子裝在裡面 然後還有那種 如果家裡有那種小小的茶包啊 你可以放在鞋子裡面 就是也不用怕行李箱會有鞋子的味道 這組是我絕對會攜帶的 就是我的愛牌 歐蘇丹的蠟橘精華系列 這幾年皮膚的改變 沒有那麼的彈潤 然後皮膚也會有比較暗沉的狀況 那這組呢 也是今年的全新升級 那它效果也是加倍 然後它的成分呢 很厲害的就是有 蠟橘精華油跟動力玻尿酸 據說呢 動力玻尿酸的保濕效果 是一般玻尿酸的加倍 它可以促進玻尿酸的深層 然後讓我們的皮膚加倍的彈力 之前我不太知道該怎麼包養眼周的部分 它主要就是緊緻拉提 撫平細紋 那它這個也可以用來改善黑眼圈 就我會在睡前的時候擦 然後起床之後你就會覺得你的眼周 明顯的就會比較明亮一點 那它裡面其實就是 把蠟橘精華油跟動力玻尿酸的護膚能量 發揮到一個極致 所以平常其實我除了擦臉上之外 我也會擦脖子上 就是提醒大家就是 也不要忽略脖子這個部分 就是也是需要大家 呃 特別注意去保養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自己就是 我皮膚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像在換季的時候 我就容易就是 這個鼻子周圍就是泛紅啊 或是有一點過敏 就是用它來鎮定 然後呢 它除了有舒緩的效果之外呢 它也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 比較緊緻 比較平滑 對了 還有一個是我出國必戴的東西 護身服 那這個護身服為什麼分成兩袋呢 因為這一袋都是裝台灣的護身服 這一袋都是出國買的護身服 那我睡覺的時候就會把它放在床頭 就會感到非常的安心 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